跟隨我們的記者一塊去那裡探訪 那乘坐一台這樣的空中堤式 給我的第一感覺呢 就是非常的平穩 而且非常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上面乘坐的時候 我幾乎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它自動地就進行了飛行 那像這樣的一台空中堤式 它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我們現在通過穿越機的特殊視角 去移探究竟 現在穿越機進入的是 生產基地成品大廳 目前他們發布的航空機機型 達到十幾款 涉及應急物流交通等多個領域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空中出租車 每年的產能可以達到600架 隨著穿越機的測入 我們來到了這個車間 就是空中出租車的零件製造車間 一架航空器就是從這裡開始成型 通過鏡頭我們進入了車間 一架空中出租車的零件 就達到數千件 絕大部分都是由我國 自主研發生產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工作人員正在拿著一層一層的布 在模具上反覆地貼合 它是一種新型材料 泰纖維布 經過熱壓後 它可以變得非常的堅硬 有多堅硬呢 就算是一架貨車壓在上面 依然能保持材料的完整性 這也顯著地提高了它的安全性 一架製作完成的航空器 重量大約在400公斤 最大載荷近200公斤 正常情況下 乘坐兩位成年人 也是毫無問題的 那跟隨著我們的穿越機繼續向前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總裝生產車間 工作人員正在對我們剛剛看到的 包括碳纖維在內的所有零部件進行裝機 航空器運用電能作為主要能源 並實現了高達90%的數字化程度 結合4G 5G通信網絡 實現無人駕駛中的超高清圖傳 遠程低實驗管理 精準定位等功能 目前工廠正在攻克高性能快充電池系統 未來僅需充電5至10分鐘 也就是一杯咖啡的時間 剛才我們通過穿越機的視角 觀看了空中低視的生產權過程 那在我身旁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正在利用的 就是我國首個由企業自主研發的指揮調度系統 通過使用像我們手機信號一樣的通信信號 實現飛機與系統的實時交互 並且通過像北斗GPS等衛星導航系統 全程管理飛機的飛行狀態 構建類似於像機場塔台與客機這樣關係的 空中低視綜合調度中心 那未來一台終端系統呢 就可以同時管理和調度數千台航空器 乘客上飛機之後呢 只需要在屏幕上選擇要去到的目的地 便可以做到一鍵十線城內交通出行 景區旅遊觀光